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李永乐老师 最近有个小朋友给我提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他问我 外星人能发现地球吗 刚好前一段时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布了 那么其中有一半的奖金颁发给两位科学家 以表彰他们在研究太阳系以外行星方面做出的贡献 那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 如果外星人要发现地球 他们将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我们首先来给外星人支个招 这个方法叫做视向速度法 或者叫镜向速度法 这个方法当然也是我们地球上的科学家发明出来的 如果外星人他们的智慧跟我们一样的话 他们也应该会发现这样的一种方法 为了研究视向速度法 我们首先先解释一下双星系统 正在上高中的同学们可能对这个问题很熟悉 什么叫双星呢 就是有两颗星 一颗质量是大m 旁边有一颗质量是小m 他们彼此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围绕着中间在转 我们很多时候认为大m是静止不动的 比如太阳静止不动 地球围绕太阳在转 但是实际上这个不是很准确 它们两个彼此受到万有引力 其实是在围绕着二者的智慎在运动的 智慎叫C 大m会走出一个圈来 小m也走出一个圈来 而且每时每刻它们两个的连线都会过这个智慎 比如说大m转到这儿了 那小m就会跑到这儿来 大m转到这 小m跑到这儿 大m转到这 小m就跑到这儿 它们每时每刻连线都会过这个智慎 那么根据智慎的求法 我们可以求出这个C的位置 假如说左侧的这个距离叫r1 这叫大m的转动的半径 右边的这个距离叫r2 小m的转动半径 那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应该有大m倍的r1等于小m倍的r2 非常像初中我们所学的那个杠杆 然后它们两个做比 r1比r2就是小m比大m 也就是它们的转动半径会与质量呈反比 这种情况下假如大m远远大于小m 比如太阳不就是这样吗 太阳质量非常大 远远大于地球 假如我们把其他的行星都不看 就看太阳和地球的话 它们俩构成一个双星的话 太阳质量远远比地球的质量大 所以会有什么结果 大m远远大于小m 所以r2会远远大于r1 也就是说太阳的转动半径会非常小 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看起来好像太阳是基本不动的 而地球在围绕 太阳在转 对吧 好 咱们继续说 如果我们把数据带进去 太阳的质量是2x10³³¹³¹½¹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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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³¹¹¹¹¹¹¹ 它们俩之间还有一个距离 就是日地距离 我们假设这个日地距离 大约是1.5乘以10的11次方米这么大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来 太阳的轨道半径R1了 太阳跟地球这个双星系统 它的轨道半径R1有多大呢 4.5乘以10的5次方米 这个距离不太大 它比太阳的半径还要小 也就是说 如果你把太阳和地球看作是双星系统的话 那么太阳的转动中心是在太阳里边 太阳在那晃 在那颤动你知道吗 然后地球在围绕太阳在这狂转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认为太阳根本就不动 而地球在围绕太阳转 所以这样做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如果两个星球它们质量比较接近的话 你把它看成是恒星行星系统 一个动一个不动 这个差别就非常大了 我们按照这个关系 其实还可以继续算出来太阳的运动速度 太阳的运动速度有多大呢 太阳是在围绕着这个圆在转圈的 它的半径是R1 而且它的周期跟地球一样 地球的周期不是一年吗 所以太阳转一圈也是一年 太阳的速度就会变成 RπR1再除以地球的周期 我们把数据算出来 答案是0.09米每秒 好 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了 如果我们把地球和太阳 看作是一个双星系统的话 那么太阳的速度大概是9厘米每秒 这个速度不太大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地球和太阳这个系统 太阳的运动速度呢 这是因为我们需要使用到第二个方法 就是多普勒效应 多普勒效应 多普勒效应有很多种 比如说有非相对论的多普勒效应 还有相对论的 还有引力造成的多普勒效应 我们现在只说最简单的一种情况 非相对论的情况 假如太阳在某个部位发出了光 太阳在某个部位发出了光 过了一会儿这个光就会传播出去 光是一种波它会传播出去 但是假如太阳不是静止不动的 它再往一个方向运动 比如说太阳再往右边走 那么下一个时刻它发出的光波 它的起点就在这了 所以新的光波就在这个位置 如果它还再往前走 那发出第三个光波 它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我这画的贴上了 其实不应该贴上 两个相邻的波之间的距离 我们管它叫波长 那么对于光波来讲 它有一个公式叫做c等于λ乘以f 这个我以前也讲过 这里面的c就表示的是光速 光速3乘10的8次方米每秒 这个λ就是波长 也就是两个波之间的距离 这个f叫频率 每秒钟完成多少次电磁震荡 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多普勒相应的意思是说 假如我们的观察者在右边去观察 你会感觉到什么呢 你会感觉到它们两个波长之间的距离好像变短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太阳在往前走 对吧 所以我们就说这种情况波长变短了 但是光速是不变的 你如果波长变短了会有什么结果 你频率就会变大 是吧 波长最短频率最大的光是什么光 那应该是紫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管它叫蓝矣 也不知道为什么 应该叫紫矣 但是我们却管它叫蓝矣 也就是说如果太阳朝着外星人来 我们假设这外星人叫Oligate Oligate就会发现这个太阳的光发生了蓝矣 但是如果外星人在太阳的背后呢 在太阳的背后你会发现它这个距离变大了 对吧 所以它的波长变大了 波长一旦变大了 那么频率就会减小 波长最大频率最小的光是红光 所以这种现象我们称它为红矣 也就是说假如这个光源在离我们远去 我们会看到红矣现象 而且经过一些简单的公式推导 其实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 就是这个Oligate星人他会发现太阳的发出的光 它的频率变化与它原本应该发出的频率之比 应该等于什么呢 应该等于速度 也就是太阳的运动速度再除以光速c 这个v就是太阳的或者说光源的速度 这个就是光源的速度 底下这个是光速 所以你琢磨琢磨Oligate如果在远处观察太阳的话 它会发现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Oligate就在这个位置 它就开始看 说太阳会怎么样 如果太阳走到了这个位置 它的运动方向就是朝着Oligate的 此时Oligate就会发现太阳的光发生了什么 蓝矣 对不对 现在频率变大 波长变短了 但是太阳总有一天会走到左边去 太阳走到左边的时候它就会远离Oligate 所以Oligate就会发现什么 就会发现太阳的光发生了红移 它会发现一个周期性的红移和蓝移现象 那么这个周期性的红移和蓝移 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是因为恒星运动造成的 恒星为什么会运动 因为旁边有一颗行星 它的眼力使得恒星运动 这样一来Oligate就确定 哦 这有一颗行星 对吧 它就会找到地球了 就这么个意思 这个就是视向速度法 当然我们还可以再详细一点 我们想研究一下 这个比如说根据红移蓝移 根据红移和蓝移怎么样具体来确定 太阳的质量 太阳的这个速度之类的这些问题 具体来讲 我们知道太阳会发出光 对吧 这是太阳 它会往外发出光 正常来讲这个光是连续的 是连续的 比如说最上面的是红光 就是波长最长的 底下应该是紫光 是波长最短的 正常是这样 但是太阳是有大气层的 大气层中有很多的元素 有很多的元素 这些元素会吸收太阳光 然后把它散射掉 所以这样一来在太阳光经过大气层的时候 有一些光就会被这些元素吸收掉 于是就会在这个光谱上形成一些暗线 这个我们就称之为吸收光谱 也可以叫特征光谱 就叫暗线 每一个暗线对应了一个频率 对应了一个频率 好 这是太阳上面元素造成的光谱 但是由于太阳在运动 所以发生了红移 奥利给星人一看 这个本来有一种元素 比如说氢元素 它吸收的暗线在这个位置 但是现在 我接收到的暗线不在这 我接收到的暗线在这 叫F1一匹 对吧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差别有一个ΔF1呢 那不就因为太阳在运动吗 是不是 同样 第二个它也会往上挪一点 叫F2一匹 实际上往上挪一点 第三个也会往上挪一点 叫F3一匹 这些个吸收光谱都往上挪了 奥利给星人发现了这个区别 找到了这个ΔF1ΔF2ΔF3 它就可以计算了 带入哪公式计算 带入这个公式 对吧 如果我们把太阳的速度带到这个里面去算 你会发现这个结果大概是3×10⁻¹ 也就是这个频率变化只有原来频率的1¹30 你看这个频率差别这么小 所以你不用高精尖的仪器是做不出来的 那不知道这个奥利给星的这个星球的人 他科学发达不发达 如果他们的科学足够发达 能够探测到这么微小的一个差别的话 他就有可能会发现什么 发现太阳在运动 太阳为什么在运动 因为旁边有个地球 对吧 所以他找到地球了 当然实际来讲太阳系里边不只有地球 他如果要发现 他也得先发现木星 对吧 因为木星的质量最大 好 虽然说奥利给星人发没发现地球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地球人的确发现了一些太阳系之外的行星 这就是这一次的诺贝尔奖 在1995年的时候 日内瓦大学天文系有两位科学家 一位名字叫梅耶 还有一位是他的学生 名字叫奎罗兹 这两位科学家就想通过这种办法来寻找太阳系之外的行星 我们知道太阳系之外的行星它也不发光 它只能靠别的这个恒星的光来照射它 这样一来它就非常难找 对吧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只能提高测量的精度 对吧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仪器做得非常的这个精密 于是他就发现了这么一件事 他发现这个飞马座51 飞马座51是一颗恒星 飞马座51是一颗恒星 飞马座51这颗恒星它有一些奇怪的地方 就是它的这个红移和蓝席发生了周期性变化 这个周期大概是四天 而且发生的红移和蓝移的频率差别 Δf除以f大概是1.8乘以10的-7次方这个量级 这个量级可就比刚才好得多 这个量级大概是50万分之一 你想奥利给星人要想发现我们 他们需要一个精度为30亿分之一的仪器 而我们只需要50万分之一精度的这样的仪器 就能发现飞马座旁边的一颗行星了 对吧 所以我们运气可能比较好 好 那么这个恒星的质量其实是比较好测的 恒星的质量之前人已经测出来了 叫1.1倍的太阳质量 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计算了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程就可以解得这个恒星的速度 类似于我们刚才的解法大概是55米每秒 我们还计算出来的这个行星的质量 旁边有一颗行星 这个行星的质量是150倍地球质量 它是一颗比较大的行星 对吧 它比地球质量大很多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离这个恒星还特别近 它的距离是0.052倍的日地距离 就两颗星之间的距离是0.052倍的日地距离 这件事情就很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根据以前的宇宙模型 我们认为宇宙中所有的星系都跟太阳系差不多 而太阳系有一个特点 就是小行星排到里边 那种巨行星像什么土星木星这种东西 它得排到外边 它不能离得这么近 结果这颗星它本身就比较大 而且它又离得这么这么的近 所以跟我们的宇宙模型有点冲突 于是人们为了这颗行星的发现怎么样 去修改了宇宙学的一些理论 对吧 所以他们获得诺贝尔奖也是实至名归的 他们发现的这颗星就叫做飞马座51b 就是这么一颗星 这颗星有很多的优点 因为它质量很大 而且离这个恒星非常近 所以它引起了恒星比较大的运动 因为有这种恒星的运动 我们才能够用这种适向速度法 来计算这个恒星旁边到底有没有行星 这就是这两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他们的贡献 那么假如说奥利格星人跟地球人现在科技发展差不多 他们的仪器精度也跟地球差不多 所以用这种办法肯定是没有办法探测到地球了 那怎么办 还有别的方法没有 我还有一种方法 再制一个招 这个招叫做灵日法 灵日法是什么意思呢 说来其实也挺简单的 灵日法的意思就是假如说这是一颗恒星 旁边有一个行星在围绕恒星在转 对吧 假如我们就是奥利格星人 我们就看这个恒星 那么这个行星如果正好运动到我们和恒星中间 你会感觉到什么 你是不是就会感觉到这个恒星会暗那么一点点 因为它有一部分光被行星给挡住了 那如果这个行星转到旁边去了或者转到背面去了 你看起来这个恒星是不是就要亮一点 所以你就会感觉到这个行星的亮度 它会有一个周期性的变化 它会随着时间周期性变化 开始比较亮 然后暗了一小段 暗了一小段之后它又亮了 过一会它就又暗了 你通过这个亮度的差别就可以确信说 这颗恒星旁边应该是有一颗行星 你还可以算出来这个行星的周期 对吧 这种方法我们就称之为灵日法 那么如果奥利格星人想通过灵日法来找到地球 能不能做得到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光墙的变化 这个光墙有多大的变化 我们知道地球半径比较小 太阳半径比较大 地球半径与太阳半径之比是9×10的-3这么多 所以地球远远比太阳小 那么你挡住的光 地球是一个圆盘 把太阳这个圆盘的光给挡住了 所以你说你能挡多少光 光墙变化与原来光墙之比 就应该等于地球半径与太阳半径的平方比 为什么呀 因为就是两个圆盘面积作比就行了 这个平方比是8×10的-5次方 这8×10的-5次方是什么概念 大概是万分之一 万分之一 刚才这个说的是三十亿分之一 这个说的是五百万分之一 这个是万分之一 那太好了 这种方法可以大大提高奥利格人找到我们的概率 对吧 好 那我们继续想说这种方法是不是万能的可行的呢 不对 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角度的问题 咱们可以思考 假如奥利格星人在这个位置 他看太阳 它亮度会有变化 但是假如奥利格星人在这个位置呢 地球在这转来转去根本挡不着太阳 所以他会发现太阳的这个亮度没有变化 那是不是就确定太阳旁边没有地球呢 说这个很难说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奥利格星人只能是处于某些特定的部位 地球能够把太阳挡住的部位 它才有可能会发现地球 所以它是要靠运气的 那么这个概率具体该怎么计算呢 我们再重新画一个图 比如说这是太阳 那么太阳旁边有一个地球 这个就是地球了 现在我问说外星人在哪个范围内 能够看到地球把太阳给挡住了呢 我们应该做两条切线 做这样的两条切线 然后假如这个奥利格星人在这个区域里边 他一看 你看地球把太阳给挡住了 对吧 但是如果奥利格星人在这 在这 在这 他就发现不了地球把太阳给挡住了 也就不能使用这种灵日法了 所以奥利格星人到底能不能发现地球这玩意看命 当然他也不一定非得在右边 他也可以在左边 因为地球是在这样一直旋转的 对吧 这个奥利格星人能够发现地球的概率有多大呢 这概率算法稍微复杂一点 需要使用到立体角 它的算法最后结论是 我们应该用太阳的半径比上日地的距离 我们应该做一个这样的比 那么最后算出来结果大概是0.47% 也就是说奥利格星人在全宇宙的范围内 能够用这种灵日法的概率是0.47% 所以能不能发现地球这个看命 在梅耶和奎罗兹发明了这种 摄像速度法寻找太阳系以外的行星之后 人们这个寻找太阳系以外行星的努力 就一直没有停下来过 人们已经使用这种摄像速度法 寻找了几百颗太阳系以外的行星 后来人们又使用了这种灵日法 找到了几千颗太阳系以外的行星 这里面大部分的贡献要归功于 这个NASA发射的一个宇宙飞船 这NASA在2009年的时候发射了一个宇宙飞船 这个宇宙飞船的名字叫做 开普勒空间望远镜 开普勒空间望远镜 那么这种望远镜它就使用了这种灵日法 使用这种灵日法 发现了几千颗太阳系以外的行星 而且这几千颗里面还有一些 有什么呢 有几百颗是什么 是超级地球 什么叫超级地球 就是跟地球差不多大 或者大一些也没大多少的 那么还有几十颗是处于宜居带的 什么叫宜居带 就是这个地方生命是可以生存的 那这个就非常可怕了 对吧 那没准那里面就有奥利根星人 是不是 后来在2018年的时候 这个开普勒空间望远镜 它的这个燃料耗尽了 退役了 然后NASA就又发射了一颗 2018年的时候又发射了一个 叫做台斯 它接替了这个开普勒望远镜 继续去寻找太阳系以外的行星 其实除了这个灵日法和视像速度法以外 寻找太阳系以外行星的方法还有很多 但是用处没有这两个那么普遍 所以就不给大家做介绍了 小时候听过这样一句话 叫做当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 深渊也在凝视你 同样我们颁发了诺贝尔奖给两位科学家 表彰他们发现了第一颗太阳系以外的行星 那么也许奥利根星的人也在颁发一个奖 奥利根奖给他们的科学家 以表彰他们第一个发现了太阳系的行星 那说不定里面就有地球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在YouTube帐号李永乐老师里订阅我 点击小铃铛可以第一时间获得更新信息